把這三個欄位都插入了 所以你會發現資料已經從原始資料 變成我們已經準備好的狀態 可以讓它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我要分析 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歷年切到折線圖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表有沒有 那個報表 一個是圖 那當然你要做那個 錄製聚集 你不要那麼貪心 特別注意以後錄製聚集不要貪心 你就是假如兩個 你就分兩次錄製 然後兩個再把它結合在一起 OK 其實VBA是可以把很多段串在一起的 沒有問題 你千萬不要急著一下子全部做 一下子全部做 你可能會造成就是程式太冗長 而且不知道從哪邊分割 OK 所以我們把它分兩個 一個叫樞紐表 一個叫樞紐圖 然後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好了 所以第一個 當然彩排我們前面有錄製 我們就不彩排了 反正我們就直接來Run OK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就開發人員錄製聚集 然後名稱又叫樞紐表 不要簡單 樞紐表 然後按確定之後 一樣嘛 就是第一步呢 先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這邊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呢 把那個年拖拉到 特別是錄製的時候 我們前面做動作是 年直接先拖拉到列 再拖拉到尺 但是錄製聚集的時候 我建議顛倒過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錄完之後發現 我如果先放列再放尺 執行程式會出錯 但是呢 後來我想說換個方法試試看 結果我就先拖拉到尺 再拖拉到列 就OK耶 那為什麼我不知道啦 反正我後來是試出來發現 如果順序顛倒 執行程式不會錯 但是如果你先放列再放 只錄出來的聚集就會出錯 OK 你們試試看 如果有答案的同學 歡迎再告訴我一下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 有的時候它錄產生的程式 它至於怎麼產生的 那大概可能就要問你sale了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把這個標籤把它關閉 錯了應該是打勾啦 10213 對然後112按確定 好 這樣完成了 接下來的話把它停止錄去 然後再看一下我們剛剛錄的 就是樞紐表 然後按編輯 當然呢 我們 按編輯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可以跑跑 上面註解先拿掉 理論上 如果我要跑出這個 剛剛這個工作表1 當然名稱沒改 等一下可以自己改一下 我先把它刪掉看看 那刪掉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了 就是如果現在直接執行的話 會不會出錯呢 試試看好了 反正 我按編輯好了 在編輯裡面執行會比較 那我建議啦 你不要直接按執行 因為執行它全部都跑完了 我是建議你可以按F8 慢慢跑跑看 然後再去看一些細節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其實一定會錯啦 那直接跟各位講 會出在第二行 為什麼出在第二行 這個add應該沒問題 去指 指的就是工作表 add的話指的是新增 有沒有 所以意思就是新增工作表 會新增在哪裡呢 新增在前面 來add有沒有 這一行應該沒有問題 接下來的話呢 它會在原來的資料 我這個工作表的前面 增加一個空的嘛 然後呢 再來就是要產生一個 那個什麼 叫Pirate Catch Pirate Catch 其實就是樞紐分析表的快取 資料 那其實這邊一定會出錯 錯在哪裡呢 那跟各位講一下 錯的話一定會錯在這個地方 我按F8 它會出現錯誤 那錯誤的訊息叫什麼 什麼程式呼叫 或引路不正 可是你說什麼東西啊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錯主要錯在 猜你應該可以猜出來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 這個工作表名稱叫什麼 工作表2 它上面的工作表1 欸對欸你很厲害欸 你怎麼 你馬上可以看出來啊 我都還沒講 我都還 我都還 所以喔其實錯在哪裡 你馬上掌入答案了 其實主要是這個地方嘛 意思是說我現在已經變2了 可是你錄製的時候是1對不對 那其實我跟各位講 你乾脆有個簡單的方法啦 乾脆就不要工作表驚嘆號 意思是說啦 因為反正我就是要放在這個 這個地方的A2 A3的儲存格嘛 這個R3 C3 其實指的也就是 R指的是列 那3指的是第三列 C1的話指的是A嘛 所以這個指的就是A3啦 OK 意思是說啦 如果你假設 不指定哪個工作表 那因為我現在這個工作表 那就對了啦 所以啊其實你就可以把這個刪掉 都OK了 不要指定到這邊 對 這樣子喔 這個應該就可以過了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會 因為你換電腦 比如說你今天在這邊 用這一邊的電腦 Excel 那你回到家版本不一樣的話 可能會有個問題 它這邊豆點Version等於6 對 也就是說如果你回到家是 其他版本的話 那可能會有問題 那怎麼辦 你要用 對 就是把它豆點Version等於6 把它刪掉 但是目前我們在這邊 其實不會影響啦 可是你換一台電腦 版本不一樣 才會有問題喔 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D4Version等於6有沒有 這個要把它弄掉 OK 應該可以記得起來吧 我把它CtrlZ一下喔 有沒有這個喔 老師你看R3C1一樣 你可以用A3就好嗎 不行 這邊不行 對因為 它在這邊的話呢 你 你的表示方式喔 你幾個方法 你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是一個方法喔 可是如果你說 老師這個不好理解的話 那第二個方法 你可以用Range A3 也就是這個地方喔 你如果不要這表示喔 你可以用物件的方式表示 有沒有 所以你這邊可以改成這樣子 Range 刮弧 A3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沒有問題喔 可是 看個人啦 因為剛剛那個方式其實 敘述蠻簡單的 你說老師還有沒有更簡單 還有更簡單的 中瓜弧 直接放A3 這樣也可以 OK喔 至於哪一個方法 OK啦 我剛好講 總共原來的方法 是一種 第二個是 你可以用Range A3 第三個 直接中瓜弧 A3 不要前後雙銀號 這是第三個方法 大概這幾種方法 那如果我先不改好了 我先把它用原來的 這樣子 R3 C3 這樣子 反正三個啦 其實說真的 在VBA裡面 它的寫法很多種 那至於哪一種 比較好 那就看個人的習慣 我覺得你最好就是 記一個你記得起來 然後不會忘記 也不會寫錯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啦 OK 那這裡的話 這個目前可以不改沒關係 可是你回到家 如果發生錯誤 這個一定要改 把它刪掉就OK了 另外的話 這個應該就過了 它就是把這個catch放在這裡 然後將來你拖拉之後 把結果呈現在這裡 意思是這樣 這兩行也會錯啦 這個什麼 shits 公主表1 現在已經公主表2了 所以這一行可以把它刪掉 或者前面加單引號 註解就可以了 這個不要 這個也不要啦 這個油標不用放在A3上面 不用管它 剩下底下就沒問題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它就是什麼 我們先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然後再隱藏 我們不要的那個欄位 有沒有 然後最後就跑完了 樞紐表就OK了 所以樞紐分析表 就可以自動化了 其實改了哪些地方還記得吧 第一個 我們其實只是把RangeA 有沒有 R3C3前面的那個工作表 把它拿掉 OK 如果你要改別的敘述方法OK 第二個就是說那個Version 這個看要不要槓掉 如果你假設 換了一部電腦的話 這個可能要槓掉 其他就這兩行 這兩行也可以把它刪掉 其他應該就不要動了 OK 那只是說 你說老師 那這個 加進來之後 我希望 把這個地方的工作表名稱 直接換個名稱 直接也許叫什麼 歷年切到折線圖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改 我是建議啦 你就直接在Add這邊 下一行 可能要記一下 如果我要變更它的工作表名稱的話 那其實這邊 可能就是要先跟它講說 因為我Shield.add之後 那一定會產生一個目前被選取的那個工作表 那一般我們有一個習慣的那個用法 叫ActiveShoot ActiveShoot 指的是目前被使用當中的工作表 那其實指的就是這個 OK 就是目前使用當中的這個工作表 它的名稱 所以後面有個屬性叫點Name 後面加個等號就可以了 等於 然後就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歷年切到折線圖 OK 所以這邊的話 就把那個名稱打上去 歷年切到折線圖 好 這樣就OK了 那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打字的時候 一律打小寫 然後呢 如果你移開的時候 假設 如果你的A跟N有變大寫的話 那表示你字沒打錯 可是如果你移開之後發現 它還是小寫 表示你字打錯 OK 所以這個我也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避免寫程式寫錯 所以我把它移到下一行 你有沒有發現 A S N 都變大寫了 那表示字沒打錯 OK 應該可以 這個就是Active Sheets 就是目前被使用當中的工作表 它的名稱叫這一個 那我們來run一下 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OK 所以按F8 有沒有 先新增一個 然後把目前這一個的名稱 改成歷年切到折線圖 有沒有發現 就是這個有沒有 把這個名稱 放到這邊來 這一行蠻重要的 我建議這個可以稍微記一下 因為以後只要跨工作表 都會有這個需求 這個地方底下都一樣 有沒有 這個歷年切到就OK了 那待會兒的話呢 就把這個另外一個把它完成 兩個串在一起 不就OK了 來試一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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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有